来 拍照 谢谢你的合影 谢谢 一起拍照 要站着还是 真的 太高了 为了配合你的身高 来 管得漂亮 来看左边 右边小虎 小虎姐姐 看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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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看一次右边 右边 那边 右边 右边 中间 中间 交台 来 中间 在那边 看这边 看这边 看这里 来 右边 右边 来 右边 这边 来 婚姻 对不对 老公还特别为你 做了这首双双对对 是主打歌耶 有没有什么 心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 那是这首歌吗 不是 你要分享一下老公 写这首歌给你 然后在今天 又帮你预备了这个 我都在宣传期 都没有回家帮忙洗澡 包招部 让他讲 有 其实还蛮感动的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会 今天会准备蛋糕给你 因为他平常就是 他其实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他就是不能就是在忙工作 然后就是在写歌 然后也不太会记得 什么节日之类的 然后顺带你才是工作整天之类的 然后今天他竟然会准备一个蛋糕 要给我 就真的还蛮感动的 那你听到他唱这首歌 你有什么感觉 双中对对特别唱给你听 有的 这么帅的男生 我昨天晚上在练这首歌 他还很神气 他想说 你又来准备你的记者会 然后练歌 那样子 可是他不知道我才练给他 因为这首歌是本来 男女最唱的 一个人唱我不确定 你只会不会唱的好 然后我昨天在那边练 然后偷偷练两次 而且你知道我怎么练吗 我把小女的背 背一背筋 背在我身上这样练 超好笑的画面 欸 怎么了 好 你要干嘛 你想干嘛 你要唱歌啊 我要给你 要发表意见是不是 其实他也是很辛苦 因为平常家里就是 两个小孩 然后他们就会一起去吵他 然后他还要 就是写歌唱歌什么的 练歌 好 然后觉得他真的可以写出 那么多很棒的歌 真的很厉害 好 你也很辛苦 帮他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娃娃 他家里经常讲 家里说 那歌好难听好吵 我刚才讲很难听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半夜不要唱歌 家里气壤了 半夜小孩要睡觉 好啦 今天真的很恭喜 真的 三周年 那希望你们的婚姻 能够持续的一直永远的下去 那也要祝福 阿庆今天发新专辑 那谢谢花花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要请这个 那我们要请这个 那个阿花带小朋友下去休息一下 好 到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活动要在这边公布 对 其实呢 这几年呢 因为我一直都在开这个音乐学校 是 然后还有到很多的学校里面去教课 对 那因为今年呢 我就是把时间空下来 就发了自己的唱片 是 那明年呢 希望能够发起一个运动 就是能够到一些这个需要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天明的国小啊 小学啊 或者是一个弱势团体的这个地方 去帮你们做免费的教课 所以发行的计划叫做追光计划 是 这个计划是这样子 你是在打哈比 你还在这里 对 是 这个要不要分享一下 对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 自己获得很多 获得很多的东西就是 不管从工作上啊 感情上啊 时间 大家看我阿靖哥好像已经 这个该有的都有了 是 很幸福 所以我希望把这幸福能够分享出去 然后呢 我们就是有很多的 像我之前碰很多的 像那种偏远山区的小的老师 就是说 他们也 很多学生很有天配 喜欢唱歌啊 喜欢创作 可不可以去帮助他们 那他们一定是没有这个费用 跟能够花这个钱去请老师 然后我们明年呢 就希望能够 因为我学校很多很棒的老师 希望我们能够用一个公益的方式 去帮助他们 所以呢 如果你 看到这个讯息 是 可能媒体博报出去了 或者粉丝专业出去了 你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学校 UTS国际音乐学校联系 是 然后我们就会安排老师 去帮助你们 是阿靖真的很厉害 他集结了所有全台湾在流行文化里面 非常夯的一些制作人 还有一些幕后的一些超手 然后来帮好 我们做了教材 一些课本 希望能够帮助到真的需要的这个年轻人 特别小朋友 如果说从小学音乐 从小学从国中我们都愿意去协助他 是 好 那我们要谢谢阿靖 那稍微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追光计划 那 好 好 好